嘿 歡迎大家歡迎收看我粉絲的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帶來一款新的遊戲 搶先體驗的遊戲 試玩 這款遊戲其實我有玩過它之前的版本 Stoneshot 不太確定翻譯過來應該正確翻譯成什麼 因為它就是某種魔法石碎片 那 劇情到目前搶先體驗可以玩的內容 也基本沒有說明白這些Stoneshot可以幹嘛 但是就有一些奇幻惡魔或是吸血鬼之類的元素在裡面 那 我會先展示這個遊戲的教學模式 它的序章給大家看 那大概序章也我覺得在當初還在試玩版的時候 就很有效的展現了它遊戲想要製作的特色跟細節內容 總共有哪些 那之後我們才會進到正式的冒險模式 看有沒有人真的也想要繼續看這個系列 雖然沒有小隊跟整個隊伍的管理 就是只有一個RPG扮演一個人物而已喔 但是我相信一些喜歡Battle Brothers 喜歡一些比較細緻的遊戲機制設定的觀眾 應該也會喜歡這款遊戲 那我們一開始 呃 扮演的這個角色叫做Veron 他沒辦法回憶起自己在哪裡了 看起來是在一個地牢中被關著 一個看起來很明顯就有一點變形的家伙 然後是我們的獄族 他說我們剛好醒來趕上了儀式 我們很快就會派 你很快就會派上用場了 看來是要被獻祭之類的 看起來是吸血鬼 他說 不要想要嘗試做什麼蠢事 不然就會跟你的朋友一樣 或許我應該再檢查他一下 那些新鮮的血液現在可能也要流桿了 該死了 看起來 那一仗我們似乎 並沒有打贏 可能發生了某種戰鬥 打輸了之後被抓起來 看起來他的鮮鎖是 已經非常嚴重的 鏽石的 那現在教學要你打開物品欄 可以使用拖曳或是 右鍵動作來 做細節選擇 我們來把這個鮮鎖 脫掉 丟掉 可憐的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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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不好的預感這次真的是很準 常常每次在壞事發生之前 電影總是會有人跳出來說 我現在有不好的預感 他們並沒有妥善的搜索他 所以他身上可能還剩餘一些有用的東西 麵包 水瓶 還有一個開鎖器 他的開鎖器 的使用次數是只有在開鎖失敗的時候才會消耗 所以如果你的開鎖能力夠好的話 一個開鎖器在身上就夠用了 撿起了一個鐵條 理論上 應該要暫時充當我們的武器 這個骷髏身上除了鎖鎖以外 也是什麼都沒有 這裡面沒有東西就不開鎖了 要是開失敗還會扣次數 也是一樣 這遊戲有蠻多的負面參數的東西 這鎖鎖倒是沒有提供什麼負面參數 還好 要仔細看每一個功能 每一個物品實際提供的功能是哪些 不是穿越多越好 那 他的時間系統使用的就是 不是完全的即時日 也不是完全的回合日 基本上就是你的人物行動的時候 敵人你的遊戲世界的時間才有在進展 你沒有在做任何動作的時候 遊戲是暫停的 所以你能夠 思考 你接下來要怎麼分配你的每一個行動值 那敵人也會在你行動的同時 做出對應的行動 這個在地層爬行的遊戲是蠻常出現的 好啦我們的第一場戰鬥來了 敵人的Fumble失守讓我們逮到機會 做出額外的反擊 所以以剛才的攻擊來說 我們總共打了20點 然後15點 對方只有反擊6 就打出6點 然後又被我們反擊15點 接著又打他15點 所以他才打我一下而已 他就被我打了4下 然後之後他又打了我一下這樣 理論上 Shift應該是比鐵條好的 那我們也可以雙持 只是雙持的失守率可能會有點高 先看一下我們的健康狀況 呃 飢餓跟口渴都已經開始在堆疊了 我們就吃口麵包 喝點水 那右腳雖然受傷 但是我們人物的意志力非常堅強 這疼痛才3% 不用太擔心 Burn Bled to death Such a foolish way to go Looks like 柏恩留血自死 嗨 嗚 嗚 嗚 我們踩到了陷阱 這解釋了為什麼你會流血自死啊 我們必須趕快找到東西 治好我們的傷勢 這裡的箱子裡總會有用的東西 滿滿的醫療品 我們要先用 那個固定支架 這樣子能夠讓我們 腿部受傷的 那些閃避率減免 噪音增值 還有能量恢復下降 然後疼痛 狀態都稍微減少 那再來治療藥高的話是可以直接 恢復一部分的肢體血量 所以治療藥高 滿好用的 但是他相對來講使用次數 使用次數雖然比較多 但是相對來講就是 消耗性比較強啊 比較快用完 還有一隻解毒針 治療藥高先拿個兩隻 把腰帶穿上 把這個破衣服也穿上 這邊就有非常多的武器可以讓我們選了 既然是 這個教學關卡要展示 我們就稍微都拿出來玩一下 好帥先先把鐵條丟掉 這邊還有雙鞋子 鞋子 一些比較輕型的靴子 基本上都是可以減滅你的行動噪音 你移動的時候發出的噪音 讓敵人發現你的距離變短 然後 比較好一點的鞋子的話 這個效果會少一些 如果是金屬的靴子的話 就防護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你噪音會很大 那我們血量還沒有回滿 我們現在使用一個休息的功能 在這裡 開啟休息模式 我們幾乎會失去視野 也沒有自保的手段 所以基本上有敵人偷偷接 在你休息的時候 接近你是很危險 休息的時候 時間就會快速流逝 你這基本上每一次跳回血 都是過一回合的意思 所以你會快速的累積 飢餓值跟扣克值 在互相接近 格應該剛好 我們跟他用小刀戶同 同贏 升級之後 現在有兩個屬性點可以分配 理論上 我會分配到感知 因為 感知跟靈敏 一個是加閃避率 一個是加命中率 都會有再加到一些潛行 或是 陷阱偵測 或是 那個 暴擊率 這一類的 額外附屬性 主要是要閃避率跟命中率 那 我們接下來試玩看看弓箭 技能點的話 我就暫時先不點 這邊有一些酒類 酒類通常能夠解口殼 然後會增加一點毒素 附在體內 就是你排毒 排毒 排出這些酒精會需要的負擔 有一些菇類藥品 可能都會有這種 排毒需求的副作用 那但是通常酒類都有加飾器 然後 減免疼痛的功能 所以 如果你真的疼痛太高 有時候疼痛的這些懲罰 遠高於你酒醉的懲罰 那個時候就蠻值得 喝口酒醬醬醬疼痛 沙漏應該是沒什麼屁用 那我們現在看我們的技能術 可以選各式各樣的武技 我們有 劍擊 斧頭 然後這個是錘類 匕首 大劍 然後長矛 遠程武器 盾牌 然後 法杖 基礎技能 就是背刺 還有偵測陷阱 還有雙磁 這一類已經開放的內容 這剩下灰色字的表示 基本上現在試玩版 應該說搶先體驗版還沒有 那 在我們閱讀完這個 火焰法術的 那個 技能書之後 才會解鎖 那個火焰技能可以點 那 有 蠻多的技能術 看你初始職業不一樣 是 你連他的一開始初始技能都沒辦法點的 那 有一些你自己初始技能的 初始職業就符合的技能 也可能你需要找到高級的技能書 才能夠點他比較後面的技能 那我們這樣就解鎖了三個技能的 學習可能 技能書通常他的定價是還蠻高的 可以顯示可以賣很多錢 可是我目前是找不太到什麼商人 願意收購技能書 那我們有一個技能點 我還不想要點他的fire barrage 所以 就先放著爛吧 兩邊的門都顯示無法推開 從另外一邊被堵住了 射鍵 沒有射中的鍵都一定會掉在地上 可以完全拾取回來 那有射中的鍵沒記錯的話 他的回收率大概是50% 所以我們剛才從20隻劍戰鬥完 變成現在19隻 你劍士會慢慢消耗 但是 不是說那麼快 不是說每一劍都在消耗 呃 弓箭我必須說沒有技能的情況下 不是很好用 他有技能的時候還蠻強的 那我們接下來試試看雙手武器 我們接下來試試看雙手武器 這個修道院的記載的書籍 稍微提供了一點 背景資訊 日記總共3頁 第三頁是染血 剛剛記載書籍紀錄的資訊是比這個更前面的 這已經是第10次的VPIN 第14次的收成 收割 看來是有人把自己 有人在從事一些 邪教行為 這邊有個鑑定卷軸 但是目前還沒有什麼魔法物品是需要鑑定的 通常可以鑑 這邊 為什麼大地法術輸我 賭不出個 看來我是已經會了 我已經會大地法術的初級的解鎖條件 有的時候有一些裝備看起來是魔法物品 你沒有鑑定他穿上去他可能會是詛咒的 裝備 所以有一點危險 我們應該不會換下來的最可靠的就是 戒指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這個附魔卷軸用來附魔戒指 看抽到什麼 我們有5%的粉碎性防禦 然後 Caustic 我不太確定翻譯過來應該叫什麼 但是總之他加了兩種抗星 有更多的鑑定卷軸 他看起來是非常怕我們沒有拿到鑑定卷軸 那其實可以帶 同時帶兩組裝備 我們一組帶斧盾 另外一組帶雙手武器 在戰鬥中更換武器也是 是消耗一回合 所以你在敵人面前更換武器的話會被白打一次 有的時候也未必不好 尤其是你從 弓箭換成劍盾的話 在進戰中你 透過盾牌招架敵人 反擊機會是蠻大的 生氣了 非常快速的攻擊 我們的疼痛狀態又出來了 來看一下雙手技能一開始給了什麼 好了他最後說教學就到此為止 我們接下來要靠自己把剩下的路走完 雙手劍的第一個技能是陽攻 然後 set the target enemy's dodge counter and blockchains to zero until the end of the turn 所以 在你發動這個技能的時候 同時先把敵人的閃避反擊還有格擋機率直接降為0% 然後 然後 當你 打出 這一次攻擊的時候 可以降低你30%的失守機會 還有增加11%的傷害 所以是一個蠻強的攻擊技能 那冷卻時間是8回合 所以還不算是太 不能夠太長使用 還算是蠻長可以使用 衝向敵人 並且 造成120%的肢體傷害 並且增加30%的流血機會 我就 就怕失守而已 如果這個攻擊成功造成 那個 敵人的受傷效果的話 就是他造成某種傷勢 就能夠降低本技能的冷卻時間60% 他的基礎冷卻時間是10回合 所以 降低60%就是剩下4回合 這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技能 我記得蠻好用的 我們還是先不點了 然後等一下 兩隻敵人 最好往後退 那個怪物不會開門 在攻擊門 靠 會聲波攻擊的啊 非常危險 我們要趕快止血 但是這個房間目前看起來是已經清空了 我們把 周圍搜索一下 然後要趕快休息 鹿角 我們在這邊應該也沒有什麼商店可以兜售這些收集品 所以 所以 就不必了 休息之前記得先關門 避免有什麼閒晃的怪物過來看到我們 我沒有玩過大地系法術 所以蠻有興趣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有什麼功 對敵人造成6點的密法傷害 有46%的機會把周圍的敵人都擊倒 那 他召喚出的這顆巨石 只要在你的視野中 就能夠替施法者增加一個符文強化的屬性 增加10%的魔法力量 增加15%的大地魔法力量 然後 減少10%的能力 能量消耗 再減少7.5%的 受傷傷害 最多只能夠同時維持三個符文石 冷卻時間只有兩回合 所以其實這個符文石是也還蠻強的 斯羅護甲的話 32回合的冷卻 33能量消耗 將30%的物理抗性 50%的自然抗性 20%的魔法抗性 100%的流血抗性 所以就基本上不會流血 那還有50%的移動抗性 不容易被擊退之類的 當魔法這個時候護甲結束 他的持續時間的時候 他會爆炸造成2點的粉碎傷害 所以有可能會累積蠻多點的 然後有31%的機會擊退周圍的所有敵人 玩玩看吧 石頭 石頭 然後就爆了 等一下這持續時間也太短了 3回合 所以我剛才往前走兩步就沒了 每一個層級的符文強化 會增加他的持續時間4回合 所以 在沒有足夠的符文強化的情況下 如果要使用大地護甲其實 效力有限 也沒有爆炸到他 護玩類的有一定的防禦能力 但是通常主要是 降低你的那個 fumble chance 減少你失守的機率 對於弓箭來講是蠻重要的 弓箭的失守率比較高一些 這叫我會吸血 好了 我們又升級了 這邊殺的怪給的經驗都比較多一些 好 金屬複完 吸血值也是用來治療肢體傷害的 但是會扣你的士氣 然後會疼痛 但是能夠快速的改善你的傷口狀況 找到一些水梨之類的東西 我們把這些 可以生吃的水果都吃一吃 不一定能夠找到烹飪用火 所以那個肉片 蠻有可能就一直吃不了 好 光是一個符文石就增加了四回合的持續時間 這就很猛 好 有需要劍士的雙手劍了 他是被詛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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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愉悅之見 他是 增加11%致命機率 但是 你每回合都有5%的機率增加你的痛苦值 只有在殺死敵人的時候能夠降低 痛苦值增加的機率 我們用我們的解除附模組捲軸 把它解掉 那這個WARBRAND還是比我們現在用的戰爭鐮刀要好一些 失手率比較低 剩下屬性很接近 攻擊率比較高 我們的能量恢復跟不上我們的消耗 剛剛這樣子一套組合拳打下來 其實花了非常多的能量 就是為了放一個強化過的魔法鎧甲而已 打老鼠這類的應該就不用了 我們在這邊等待一回合 讓他自己主動靠過來 這個火盆是不能拿來烹飪的 真可惜 有點缺水 這會降低我們的能量恢復 所以 還會降低我們使用技能的能量消耗 喝口水 吃一些加速恢復的藥匙 幹 這 慘不忍睹 我一直都忘記 進房間的時候要先搜索一下現金 我們已經找到下層的路口了 繼續往下走 這個烹飪在教學裡面沒有教讓我覺得有點過分喔 就是感覺是蠻有必要要教的一件事 很明顯比我穿的藍衣服好 我們以前的合約 他還給了一把比較好的弓 這邊有一個不知道用途的藥劑 鑑定他一下 這喝了就只會增加我們的飢餓值而已 那東西 不要用弓箭拆這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他是真的拿劍去射他 我已經點了這麼多的靈敏 我們的失守率還是有點高啊 剛才砍箱子都還連續失守 檢查一下陷阱 好東西 欸 鬆餅 這是好東西 算是精緻料理的食物 還可以加飾氣 但是我們現在飢餓度沒有那麼高了 為什麼還有一個生肉排 靠 我剛才沒有料理乾淨 雙肉排直接丟掉了 這可以加速排毒的藥草 我們剛好吃了加速排毒之後 配個馬鈴薯 喝口酒 在這裡休息一下 等這個酒醉的狀態消掉 然後 這樣子我們的疼痛狀態就已經比較好轉了 好 Block Power加3 Armor Damage加16% 但是本身只有18的Crossing Damage 18的粉碎傷害不是很夠 長槍我倒是蠻有意願換的 我看一下他的Fumble Chance是加6% 比起Wall Brand的加18%要好多了 Accuracy加4%也比Wall Brand的加2%要好 缺點就是他的 缺點就是他的 他沒有加格檔率 缺點就是他的 換這個長叉 反正我們還沒有點特定的武器 武器技能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別綁定一定要使用哪一種武器 Lavi的弓箭應該沒有我們的Wall Ball好 這個未鑑定 最好不要亂戴 戴在身上 但是先不要把它戴到頭上 戴到頭上可能會出事 比較好的腰帶 所以我們已經穿越底層 現在開始在往上移動了 所以我們已經穿越底層 下面的房間看起來還很多 下面的房間看起來還很多 等一回合 Fuck 我被沉默了是嗎 暈眩不能夠使用技能 好 他直接被我的石頭護甲炸死了 又是一個功能不明的護碗 不敢帶 不敢帶 這裡有條路 也沒有 那看來下方就只有這樣 可以開始往上走 吃這個烤肉排 有點涼掉的烤肉排 扣氏氣 免疫力也會扣5% 但是應該是還好 其實不用 我的飢餓度還沒有那麼高 腐朽的教堂 有關於國王生病 然後要替國王禱告的筆記 這邊就是要跟 序章的BOSS決戰了 你還活著 你還活著 Daro說Vara你還活著 趁你還可以跑 都快跑吧 No Don't leave us here Rainware說 不不要丟下我們 最後一個看起來很明顯 不是人類的 不知道是不是精靈的傢伙 說拜託快阻止他 啊 本來要把你留到最後了 但是你既然都自願前來了 So You are the one behind all this madness You'll pay for everything How arrogant Look around you It's over Soon both the stone shard And your souls will serve the higher purpose 很快魔石碎片 跟你的靈魂都將服侍 更高的旨意 Still The court appreciates your courage You can serve us well But down your weapons And perhaps will spare your life 謝謝鬼說 他們的宮廷還是非常賞識我們的勇氣 呃 如果你放下你的武器的話 或許我們會饒你一命 意思就是可能就是要把你轉變成吸血鬼 想也別想怪物 Well We show you mercy And yet you reject our gifts Let the ritual begin 開始儀式了 他看起來有護盾 然後左右兩邊的雕像是可以攻擊的 這個在一開始也是完全沒有說明 我其實第一次去張過到這裡的時候 並不知道去攻擊雕像 他標記區域會噴出這個血池 我們要趕快躲過 啊 非常痛耶 不能站在這上面 最後還是用魔法裝甲炸爆他呢 但是 這實在太痛 好 殭屍是不強 但是 我也不能夠不理他 我血也快沒了 我死定了 看來大地魔法本身的攻擊性 不是很夠 我們可能會需要一點攻擊技能 那但是我們這次對於序章的展示 就只先玩到這邊 有興趣 觀眾喜歡看的話 我會 有機會之後可以玩實際 他玩他的正式遊戲內容 就是序章過完之後 繼續的正式遊戲內容 就 他目前提供了一系列的職業可以選 在 剛才序章的Varon 打敗吸血鬼逃出來之後 他會變成一個 傭兵的雇主 然後 我們就有一系列的傭兵可以被雇用 這些都是 官方目前內建給我們的角色 後 後來會開放 角色創造系統 那 以目前官方已經開放的角色 有 這個 Revenger 是類似狂戰士 然後 不對 Reverse還是狂戰士 然後 Revenger的話 算是北地戰士 我也不太確定 這個過來他的特性是什麼 但他可以用長矛 然後 剩下的 之前的角色應該都還沒有開放 長矛的初始 技能術 都要自己去找書讀 來閱讀才可以學 那他是一開始就會長矛 那這個是狂戰士 這個是 呃 女騎士 然後 Woodward 算是 森林選手 算是那個 遊俠吧 射箭 那 最後一個是 魔法師 那 以之前的遊戲版本來說 呃 初期真的還蠻難的 以 現在的版本來講的話 我覺得還好 然後官方有改掉一些 初期玩家遇到的 難度尖刺的地方 所以 整體難度比較平緩一點 然後 呃 一些 早期的經濟模式 狩獵的一些Bug 也都改掉 所以以前像什麼 把動物困在角落 把他打死 那一類的做法 現在也都不能用 呃 所以 遠程來講就是 法師跟 呃 森林選手 這兩個一開始比較容易 可以透過一些 非任務手段 獲得 執行 就是去獵殺動物賣毛皮啊 或是 呃 就去 風箏一些比較難打的怪 那 近戰的三個職業 普遍會比較 硬派一點 但是 比起以前要簡單多了 我確定現在 現在近戰比以前簡單多了 那 有機會下次再繼續玩 我們今天就只先展示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voiet 及 '. 去 走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